唐姓村民家拐卖,并强行拖拽,折磨已久。 网传视频显示,育女子着红色底裤赤裸着上半身,被另一身色衣的女子拖拽着,并发出了哀嚎声。 有网友称,此事发生在河北张家口市逐路县,宝带新庄村唐某家。 视频中,半落女子戏被拐卖,每天暴力相对已经把女孩折磨得不成人样。 警方表示,已经注意到该情况,拐卖戏谣传,网上流传的视频系村民唐某的邻居所拍,被拖拽女子系唐某妓女。 视频中,身色着衣的女子是被拖拽女子的母亲,事发时因为其尿裤子被母亲打,并非拐卖。 感谢您! 最初的论席